大家好,我是元氏 那這個案子就是貪污判決查詢 那一開始這樣子,就是說 我在司法院查詢判決書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就查 然後就,喔!判決書怎麼那麼長 然後就覺得,啊!好難懂 那一次我就想說,那我應該 就是說,如果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政治學相關的 那我自己都覺得 很難懂的話 那我就想說,如果 很難懂的話,如果把它簡化成像這樣 就是說,欸!一個案子我們可以簡單 像林醫師,然後他就是 孔二者就對七年四個月 對,然後成下都是武 對,你這樣的方式呈現,比較簡單 方式呈現的話,這應該 會讓,我的想法是說 應該會讓大家 對於判決結果比較 比較有比較清晰的 直觀的了解,對! 那讓大家回憶一下林醫師長這樣 嘿! 好,那具體做法來講的話 我的想法是 就是從判決書裡面的文字裡面去抓 比如說這個傢伙叫做 莊啟源,對,那他犯了回扣罪 然後,A了八十萬元,然後這個關十二年 對,然後你就可以注意到 比如說,你剛剛講林醫師嘛 大家還記得嗎? 他那時候,那個三三二三 對,他最後拿了六千三百萬元 然後被判是關七年四個月 跟剛剛的莊啟源比起來 他只A了八十萬,然後關十二年 有沒有覺得差距非常大 對,我也覺得差距非常大 我就很希望說 這個網站可以把這樣的結果呈現出來 這樣的落差呈現出來 好,那資料 資料結尋目前進展 對,那大部分都 比較簡單會結尋完整 比較難的比如說 像是工作職位 這個,還有那個社談金額 對,那外部屬性 外部有一個,就是像剛剛林醫師 就是國民黨 這個東西的話 好,需要外部支援 對 好,那我們目前有建構一個 非常陽春的一個查詢的 的一個界面 對,然後非常需要 繼續的 繼續的加強 好,那需求部分的話 資料搜尋部分像剛剛講 我們需要一個 判決書閱讀的 熟悉判決書閱讀的人 然後還有像是 會懂得text mining的人 然後還有 政黨資料查詢 那網站部分的話 像剛剛講 網站介面 然後網站內容呈現 可能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人 可以給我建議 對,然後還有UAS 好,謝謝大家